特别回头要答案 前台北市长郝龙斌点名的 正是他后一任的柯文哲 因为郝龙斌日前质疑柯文哲 任内涉嫌以容积率涂离金华城 却被柯文哲回抢 有问题就去告 让郝龙斌也怒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金华城案柯文哲前市长 怎么把这个容积率增加到这种 有史以来最高的地步 处理了金华城 请郝前市长不要内行人说外行话 都委会是何意志 如果有任何柯文哲前市长 介入都委会来以此 突立金华城 请实际的拿出证据来 民众党反后 要郝龙斌别对金华城案 喊杀涉影 但近来台之光合约责任归属 也掀起立任台北市长争论 郝龙斌更把矛头指向柯文哲 认为合约出问题 是发生在柯文哲任内 但他签的紫约租约 月租金额超过母约 引发争议 台之光包括紫约中间 为什么预约母约 到现在没有回答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任何时候我质疑 柯文哲的事情 他从来不回答 为什么 因为他心里有鬼 这句话我们要还给 郝前市长 因为现在台之光 是真的有鬼 解释清楚 为什么当时要签订 这25年不平等的条约 现在有议员被收押 还要后任者帮忙擦屁股 郝前市长甚至应该 要向百姓来道歉 民众党拿郝龙斌的话反三 等要求他道歉 郝克前后任市府 隔空杠上 战火是越少越晚 明星轩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